引擎失去 一半了 一半嘛 小狗一半了 这个前面一看停很开 我们就太快到了 好就这里 当时 era老虎叫的地方就这里 到了这边就听到老虎的叫声 我们就三个人爬梳 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多树 都有一些茫草 以前这么高的草 就是他们这么看得到 留下的它是躺过的痕迹 它是奥迹 躺下的一个奥迹 当时一个他们都看到了 那个地球队的都看到了 在家旺我们听到了声音 所以说我们就确定它是在这个位置 是一天一次这样子 一天两次 像小阿姨 那么华南府主要是在我们长江以南 这些区域过去都广泛分布的 但由于我们人类的社会发展 很多我们的它的气势环境被我们人为的占领了 现在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来拯救这屋种 就是要通过人工的措施 这才是我们重要的 去 在2001年年底从部队退来 我就到2002年年初就来到这个基地 到2008年我们这里有一个筹建华南府这个繁育研究基地 2009年养老虎就到现在 现在吃的基本上75到80 因为你要时时刻刻关注这个小老虎的一些情况 这24小时和小老虎在一起 我为什么我没有把它分开来饲养呢 它两只基本上都是靠在一起 甚至会抱在一起睡觉 它抱在一起睡觉 它首先它自己心里面它会有一个依靠感 有一个安全感 对它一个生长肯定会有利 它不会说感到孤独 所以我还是决定说两只在一起 在一个孕育箱里 哎哟你的爪子 哦 你像我们的手这些 经常都会被它抓的一道道很 你看你像这些 有些人也提出说戴这个手套 我为什么我不喜欢戴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皮肤去接近它 更会能感觉到它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戴上手套 你隔着东西去触摸它的话 估计你没有这么明显的感觉 我们对老虎发的经历或是时间发的估计会超过比对我自己小孩发的经历要多得多 就比如说像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是从来没有给他给我儿子喂过奶 或者给我儿子换过纸脚铺 这个我从来没有做过 在这里梅子幼虎 包括梅子老虎 什么东西我们都轻微轻微的去这样子去做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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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住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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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着两把刀 因为六条子 人不要在湖口那里 建立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初衷就是一个就是保护这个华兰虎这个物种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恢复重建这个华兰虎这个一个机器系统 它的机器地 我们又从2008年从福建引进了一堆华兰虎 开始这个华兰虎的这个繁育工作 就到现在的话就从两头发展到现在十三头 特别是去年我们就繁育了四头 就我们现在的华兰虎这个 最快的话也拉入了南丽万家公园这个华兰虎 都滑入了国家公园 对这个我们这个野生生菜系统的保护也好 对这个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也好 都是非常有利的 主持人的保护也好 这个野生的保护也好 就在不过你 如果我这个野生生 一个 sap